警方还在厘清这名红姓男子行凶的动机 不过今天刚好也是台北捷运 过去在十年前郑洁随机杀人案的同一天 所以当时还造成四个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我们记者洪泽瑞也访问到其中一位伤者 马上来看最新 好 没错 在今天台中捷运发生了随机杀人案 不过你知道吗 在十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5月21号 正好就是郑洁在台北捷运犯下了随机杀人案 十年过去了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已经忘记当时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这十年间 包含像是伤者 像是家属 被害人 至今忘不了当时的痛 至今还是走不出当时的恐惧阴霾 我们来听一下伤者怎么说 来得太快了 你真的措手不及 甚至你起来的时候想说 要赶快跑的时候 他又回来了 现在出门都有一种恐惧 做捷运我不敢一个人做 我现在每天是靠我祷告在睡眠 因为他要做噩梦我没办法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从来你会好像一个坏人 又跑到你闷里来砍你 你真的潜意识有在跑 那不是因为他死不死的问题 是他对我们这些当事者的伤害 好 伤者他也回顾当时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在车厢遭到包含他的右手 包含他的右胸总共被划了三刀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十年过去了 他说这十年的时间 他每天可以说是做噩梦 每天被惊醒 至今他还忘不了当时的恐惧 没有想到这十年的时间 在今天再度发生随机杀人案 他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正视 别让汉事再发生 以上就是现场展望到最近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